今早終於都寄到 怎麼開呢? 當你沒有那張症的時候 就會很麻煩 為什麼韓國買這麼貴呢? 大家好我是Panda 話說前陣子我就想買了一些東西 幾經風浪、幾經波折 經過重重的困難 今早終於都寄到 正正就是我今次在韓國網購的經歷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剛剛來到韓國無奈的外國人 在韓國網購是一件多麻煩 多不值得這件事 重點就是要跟大家掃一下苦 如果有看標題就知道我今次買了GoPro HERO 10 我們首先就進行這個簡單而隆重的開箱儀式 首先有我們主角GoPro HERO 10 然後我還買了多一塊電 然後再多一塊電 還有一個充電器 多幾塊電比較穩妥 然後還有我身邊這一堆 就是我在韓國G Market上買的一些GoPro配件 這些放在一旁 然後再看一看 本體終於出現了 怎麼開呢 在開的同時就跟大家說一下 為什麼要買這部電腦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我正在計劃我將會拍攝一系列運動題材的影片 正所謂公用線歧視 必先離其器 所以我就買了這部 供應最好用的運動相機 那我本身用來拍片的器材有什麼問題呢 我本身就是用現在這部Sony的ZB E10去拍片 但因為它是一部相機 而不是一部運動相機 所以它的size一定是比較大 亦都比較重 如果它設定好腳架 還是怎樣拍攝 像這樣的話 這部機是完全沒問題的 是很好用的 始終我去做運動 我沒有拿著相機走來走去 跑來跑去 始終不方便 其實還有一個契機 是為什麼觸發到我 突然間一定要買這部相機呢 是因為我上一段影片我去了踩單車的 其實我已經是設定好腳架 放在這裡拍我踩單車 然後我要踩回去拿手機 誰知我就不小心 單車撞到腳架 然後腳架就... 相機就跌到地上了 但是因為它是一部相機 它是可換鏡頭的相機 它是不耐跌的 那一刻我看著它 我立刻... 哇... 但是Touchwood 幸好它沒事 所以現在我才可以繼續用它來放在這裡拍這段影片 但是如果我買這部GoPro這些運動相機 它基本上是比較耐跌 比較耐狀 有一次如果我有上山下海 去叢林 還是... 還是... 的話 始終這一部會適合很多 那我就說完為什麼我要買這部相機 例如像我這樣來讀書或者去工作的話 那你在韓國 是需要申請一張叫做外國人登陸證的東西 就像一張給外國人用的韓國身份證一樣 那你申請了那張證 有個身份證號碼 你就可以把你的電話號碼 你的銀行戶口 你的銀行卡送卡之類 那你之後買東西就會變得很方便 但換句話說 當你沒有那張證的時候 就會很麻煩 那我當然有申請那張證 但是因為申請那張證 需要六個星期的時間 但是我只是剛剛來到不久 我剛剛才申請 所以我還沒有 那首先有多麻煩呢 就是我在GoPro官網買的 那我就將GoPro官網設定韓國的區域 然後我進入韓國地址 轉回韓國的錢 然後我進入好債 選好債買什麼 打算付錢拿一張卡 付錢那一刻 他就說需要一個個人的清關號碼 那號碼用來做什麼的呢 就是如果你在外國買東西 他入口韓國的時候 他就需要一個個人的清關號碼 去核實你的身份 才可以買東西去寄給你 但是好像剛才所說 我沒有那張身份證 如果有那張外國人身份證 你就可以這樣上網按幾個鈕 就可以申請到 但是因為我沒有那張證 所以我就要故意乘一個多小時 去首爾海關總部 然後再寫申請表 再跟他解釋了很久 為什麼我要這個個人的清關號碼 我要買什麼 為什麼我要這樣做 然後他才終於批到給我 那第二樣呢 就是要說 我一開始為什麼說 在韓國買東西是這麼不值 那就是我在GoPro官網買的 那我就轉回韓國地區 那我就看韓國的價錢 那韓國的官網就是標538,000 won 那換回港幣呢 就大概是3,766元左右 然後我就按回香港的官網 看看香港賣多少錢 香港是賣3,100元 在韓國買 是貴過在香港買600多元 足足貴過在香港20% 然後我就想 為什麼韓國買這麼貴呢 是韓國的稅 那如果大家之前來過韓國旅行的話 都知道韓國所有東西都要付稅 就好像你出去買衣服 或者你就這樣吃飯 他將單已經寫明 已經包含了10%的稅 在那個價錢裡面 那但如果你去旅行 你都知道 你有些大型的商場 或者很流行是 走的時候去機場的counter 可以讓你去做一些退稅 那但是 因為他說到明 是要90天內離開韓國 在離境的時候才可以進行退稅 換回做錢給你 但是因為我是來讀書的 我是沒有可能90天內離開的 我要在這裡 兩年左右的時間 所以我是沒有得做這個退稅 就變成我月八百 接近這六百多元 那一定會有人問 為什麼你不在香港買 寄去香港 然後再叫人去香港寄給你呢 那不是便宜一點嗎 但是因為 你在香港寄貨品過來 這件貨品入韓國 清關的時候 都是要計算稅 那這些電子產品 多數大概是10%的稅 那就是這裡可能是三百多元 但是還沒計算在香港 運過來 空運運費 那我就是計算過 大概這個稅 加上這個運費 那些便宜過在韓國買 百幾二百元左右 但是相信大家都聽過 早買早享受 前買便宜幾百元 明明我這次就是選擇了前者 所以在這裡想給一個忠告大家 如果大家是有興趣來韓國讀書 或者長時間少少去居留的話 而你也知道你有些東西是很想買的 例如是電話啊 相機啊 電腦啊 那些 建議你真的在香港買完才好過來 你就不要想到過到來韓國 才慢慢選慢慢買 因為正常在韓國買一定是貴很多的 電話鐵水 突然間很掛念香港 那今集主要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一個剛剛來到韓國沒有多少的外國人 那就是上網買的時候 有多麼麻煩 有多麼不划的 而且主要是給我一道小話虎的 那剛才也有說 我接下來就會拍攝一系列運動齊材的影片 那如果大家想了解韓國哪一種運動的資訊 或者文化 又或者想看我玩哪一種運動的話 不妨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要like這條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和follow我instagram 我們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